音樂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基本的操作說明 那我們一樣,我們直接先把這個 原廠的所貼的貼紙,未發燒就撕掉 那其實一般都建議網友直接買光網保護貼 我們自己去做黏貼的動作 第一個便宜,第二個品質是很好的 那我們一樣,我們可以看到整個螢幕的解析度 其實是很漂亮的 那首先呢,我們一樣 我們去做,當開始收到的人 一定都要去看這個玩機手冊 那我們之前在針對玩機手冊的部分 其實在米2的時候,裡面已經有 很詳細又詳盡的唸給大家聽 那其實,大家只要點進去看了以後 我們就會知道它其實就會慢慢的告訴你有什麼功能 那我們在這裡,這一次就不再介紹 如果再唸下去大家可能會睡著 那接上來,基本的話 我們先看一下上面是手巡的部分 那這是基本上的UI 那我們像磁板手機 我們是直接從大陸公網買過來的話 那其實裡面會帶有一些大陸的軟體 那其實不要,你剛開始 例如說你不要的話,就點擊 手機QQ我不要,我往上丟 那就問你是否要卸除安裝 我們把它移除掉 把你不要的東西把它移除掉 然後要的東西再把它給留下來 那接下來另外一點的是在 在你圖示的時候其實它還可以去做下拉的動作 就是說,你可以把你這下方本來是有四個 那你可以把你要的其實再往下移 還有時候可以注意看我們可以塞到五個 把你其實常要用的東西把它往下移 那我們做個基本功能的介紹 針對於還沒有看過的網友 那我們來,首先我們看一下相機的部分 那我們相機直接現在已經是拿掉了 那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它就問你是否要有拍錄的位置 或者是功能 那你是否有選舉 那你就開啟 那我們首先我們剛開始進去的時候呢 那我們這裡有功能 那我們進去設定裡面 那首先它拍照 它就有分你是要4比3 還是全頻的16比9 那你照片的品質呢 你要集精細還是標準 那你儲存位置是否要打開 那你進階的功能 那進階功能裡面就有一些什麼對焦方式啊 你自己可以去做 做設定的動作 那一樣的部分呢 那 這一樣是上方式 閃光燈的部分 你是否要開啟關閉 然後 一樣的話就是鏡頭轉彎 然後 然後往 左邊移就是 它會變成錄影的功能 那一樣 我們先移到錄影的功能 錄影的功能裡面 也是有設定的部分 記住 在設定裡面的部分 其實我們要剛開始去做的部分 就是把它的 紀錄所在位置 然後拍照 拍 你在錄影的時候 是否要拍照齁 這是多的功能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們把它再移回去 那我們順便看一下 那我們一樣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到底能拍多少照片 我們來拍Metoo一下好了 我們直接按 按住 按照片 一樣也是一次做二十連拍的動作 我們直接去看一下 就是一次 我們一次 可以做到二十連拍 我們可以看一下 把它放到縮小 那當我們進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點擊 在相簿的部分 因為你一次可以拍很多 那你在相簿的部分 我們回去可以在相簿的部分 我們去做預覽的動作 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你可以剛開始先點 先點住 先把它點住 那它可以去做多選的動作 那其實我不要 我把它做多選 我把你不要的去做多選 同時就可以刪除了 我們一次就可以刪除二十個項目 它只是操作整體的順暢度 讓大家去做了解 這個基本的設置 那相機的部分呢 我們大致上就是 這樣子做給大家看一下 那一樣呢 它可以去做 觸控螢幕齁 你想要以哪裡為做焦距去觸控對焦 它就做拍照 那當然接下來在設置的部分呢 它裡面有一個是全景拍照 一樣它可以去做全景拍照的部分 然後你點擊它就會 它就會複視全景的部分 那HDR模式 那HDR模式 我們可以點擊去做HDR模式的拍攝 那接下來是 升功快門 當你有 升功快門的時候 你 它直接察覺你的聲音它就會做拍攝 大聲按一點 拍 它就會做拍攝的動作 我們再試一次 拍 它就會做拍攝的動作 就是升功快門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濾鏡 那濾鏡的話 它就有很多選擇 還有標準 黑白 懷舊 鋪片 那它自己 這都是在寫在裡面呢 不像 還要一些 一些手機要灌什麼 360之類的 那是不用 這已經是寫在裡面了 我們自己去做 我們可以自己去做選起的動作 那接下來就設定一些基本的功能 那在 當你有收到這個手機的時候 你再去看一下 其實它 都是寫的很詳細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相簿 相簿一樣 我們可以繼續做預覽的動作 不要 我們就把它做刪除 那相簿它其實 它可以分為 同時有手機相簿 還有雲端相簿 你可以去做讀取的動作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的是音樂 音樂的部分呢 那其實 上方有這些功能列 我們可以去看到 而且功能列其實也有分很多功能 那剛開始沒用小米的人 還不知道它可以藏到那麼多功能 那其實它都已經寫到手機裡面寫到很詳盡了 那我們可以一一的去了解去看 記住你們要去用 那首先在歌曲的部分 它就是把你手機所有的歌都抓在一起 那它會去問說 我們在基本在這個介面下 我們可以看到有重新整理 你搜尋進入睡眠還有設定的部分 那基本上在設定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選擇你要 是否要一邊同步有歌詞 還是顯示歌詞 還是專輯啦 那你要內砍啊 過濾大小 按時間過濾 這其實都寫到很詳盡 你可以去慢慢的研究 那歌手的部分 它也可以利用歌手去做分類 我們可以看到 它也可以用專輯去分類 那一般在資料夾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選擇資料夾 我們一般把 音樂檔的資料夾抓到手機裡面 那我們可以直接做資料夾的播放 那我們直接先看一下 那其實是因為有版權的問題 那我們當然就是 一首歌我們不播太久 我們直接先看一下它整體的喇叭 讓大家聽一下 我們自己瞬間秒 稍微播放一下 其實它的喇叭品質都是不錯 那其實各位網友可能 大概不知道 也不太了解 在 從小米系列以來 你從 一電池 目前阿訊的測程 你大概一電池 從 滿電的狀態 你直接外放音樂 直接外放 都沒有在任何做關機的動作 最少是可以撐到8小時 那如果你調 調整好一點的話 其實可以撐到12小時 是沒有問題 那其實這不是一般手機能 去達到這樣的效果 那 這是還蠻 個人還蠻喜歡的一個方式 就是你 有時候 在外面 比較安靜了 其實這支手機就供你在聽音樂 那之後還有介紹它的 另外的配件 叫小 它的小鋼砲 那也是 滿好的配件 之後再介紹 讓大家去了解 喔 那在音樂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聲音 其實都是足夠很大聲 那我們不能再做太多播放 不然其實這是有版權的問題 那接下來 我們會介紹主題風格 我們再以另外一個 製品 再做 讓大家去做了解的部分